首先打开遥控器与飞行器 点击遥控器屏幕右下角固件升级图标 找到需要升级的版本 点击升级,开始下载 等待下载完成后,再次点击升级 点击安装更新 遥控器在升级的过程中可能重启 更新完成后,会提示系统已经升级到最新版本 使用USDC OTG线和Micro USB线连接遥控器和飞行器 找到需要升级的版本 点击对应版本右侧的升级按钮 点击安装更新 飞行器在升级的过程中可能重启 如遇升级失败,请重启飞行器和遥控器后重启 升级过程中,切勿断开连接 如您遇到任何疑问 欢迎搜索大江湖微信公众号 获取技术帮助 感谢您的观看